来到2月20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产先报 我是凯璇 公公的好朋友确诊新冠肺炎 却没有如实相告 还相约外出 结果导致78岁老翁不幸被感染 并在住院治疗18天后去世 同时同屋的更有6人因此确诊 让10岁孙女非常伤心 特别录制视频 上载至YouTube 叮嘱大家千万不要瞒骗自己的病情 以免祸害他人 10岁女孩彭静恩 录制了11分钟的视频 伤心叙述公公的确诊过程 期间她多次提到好朋友字眼 借此提醒大家 无论任何人如果出现症状 都要去检查身体 和如实相告情况 她原来在2021年1月1号 已经知道她是positive 但是她完全没有跟我的公公说 她是positive 她不把她当成一回事 彭静恩说公公开始不舒服时 曾两次到诊所看病都没有好转 两次看病医生都没有叫她去检测 而公公逝世时 他们也无法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彭静恩的公公在1月11号确诊后 她的家人都在12号进行检测 结果共6人确诊 包括她的婆婆妹妹表妹和两位仪仗 换个焦点 雪州乌拉港每家花园组屋6名外劳 无症状感染新冠肺炎后 还向楼上单位的本地小贩购买糕点 结果传染对方一家三口 造成共9人确诊 乌拉港民主行动党特别行动队 对长李凯明在面子书撰文 只该批外劳不知道自己确诊 才导致这种局面 如今消毒队伍已经到该组屋展开消毒工作 截至今52点 国内新增2460亿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全国累积病例突破28万大关 累积28万272宗 国内累积确诊病例在本月17号突破27万大关 三天后再踏入28万大关 雪州的单热确诊病例回升到千宗 今天共新增1000亿宗病例 成为全国最多新增病例的州属 而吉兰丹州的单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首破200宗 爆257宗 创下新高纪录 吉兰丹上次的新高纪录 是在1月22号录得160亿宗 来看一组社会新闻 大年初九 柔佛麻坡发生严重车祸 一对华裔父子今天早上驾车到园里开工 半途与罗里和轿车发生碰撞 父子俩面对撞击后抛出车外惨死 这期车祸是今早九点在武吉巴西路通往巴尔 靠近香料园一带发生 设计车辆包括死者父子驾驶的四驱车 无意司机驾驶的罗里 和一辆一家四口共乘的宝藤萨嘎轿车 根据现场资料 三信罗里为了闪避而反复在道路中央 至于宝藤轿车内的人士则没有受伤 麻坡消整局接到投报后 派出两辆消整车 三辆救伤车 以及23名消整员赶到现场援助 整起意外的噪音还有待警方调查 另一方面 南北大道清洁园今早在大道永平前往巴尔方向旁的丛林 发现一辆轿车 更在轿车不远处发现一堆人类骸骨 吓得他赶紧报案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相信是轿车突然失控 才会连人带车的冲撞入丛林 直到10个月后 也就是现在才被人发现 但司机的遗体已经化成骸骨 警方也不排除 这与去年6月接到的一宗失踪案件有关 警方已经联系车主家人 等待家属前来核对死者身份 镜头转向新加坡 一名大马级华裔董事 在大年29当天 在工地督工时发生意外 从4.7公尺高的地板洞口坠落 当场毙命 此案在本月10号 在新加坡大雪镜靠近植物园附近 移动住家工地发生 死者是新加坡永久居民许国新 死者儿子指出 案发时 他们一家正准备吃团圆饭 不料父亲发生意外逝世 一家人都难以接受 他说 父亲因头部受重创而逝世 但他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解剖报告 因此不清楚案发过程 青年通过房屋出租平台 向年轻业主租房 然而入住不到两个月 遭真正的屋主造上门催收租金 才知道上当受骗 所谓的年轻业主只是前租客 而青年不仅损失约4000令吉 抵押金和租金 还得另外缴付租金给真正的屋主 从签租约以免被赶走 收篇租户陈志伟今天透过行动 党直辖区公共服务与投诉局主任 游家豪召开记者会指出 去年8月看见一则位于 OUG Parkland公寓的招租广告 业主是24岁的Alvin 并自称是医生 塑造专业形象 因此他没有怀疑 陈志伟今年1月中搬进去住 然而在2月14号 一名自称阿都的马来男子 找上门声称是屋主 并告知陈志伟已经两个月没有交租 陷他当天搬离 他才意识到被骗了 另一名受害者张玉豪指出 他去年10月尾在面子书 见到Alvin要寻找室友合租的广告 而认识对方 结果Alvin向他收取租金和抵押金后 没有转交给屋主 害他被屋主赶出家门 我就再继续问他 网友有没有需要到我的IC 还有时间来签这个Tenancy Agreement 他讲不需要 我就很奇怪 那时候我的疑心在开始了 如今两人都联络不上Alvin 也已经报案 希望警方尽快调查出结果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今天迎来80岁寿辰 新盟领袖纷纷透过视频为他献上生日祝福 林吉祥的儿子也是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就说 由于受行动管制令限制不能如往常般大肆庆祝 他和家人将在家中吃火锅为父亲庆生 度过一个简单又难忘的生日 林吉祥也是伊斯坦达布地里区国会议员 在1941年2月20号出生在柔佛巴珠巴峡县 新门领袖如行动党主席陈国伟 树立主席戈宾兵星 秘书长郭肃钦 成信党副主席南都马夫子等人 都献上生日祝福 不忘林吉祥过去半个世纪的努力 为大马民主议会做出的贡献 林冠英也说 父亲林吉祥多年来为正义奋斗 不屈不挠 可用不经一番寒彻骨 烟得梅花扑鼻香来形容 他说 父亲数十年来面对政府的霸权和压迫 从不放弃 站稳立场 不出卖原则 成为人民的喉舌 不放弃的精神 也给了年轻人希望 因疫情问题 马兴边境无法如常开放 而人在异国的大马人 无法回家过年 但靠着科技 27岁的美发顾问黄宜欣 凌晨时分 依旧通过手机视讯和家人团聚 齐拜天宫过年 黄宜欣今年也是第一次 无法和家人过新年 因为不想缺席拜天宫一事 几天前就和母亲约定 大年初九零时进行手机视讯 以便参与家族的拜神仪式 黄宜欣也穿上喜气红衣 拿着一对杆 在镜头前和双亲及家人拜年 虽然隔着屏幕 但一家人气氛融洽欢乐 笑声不断 整个拜祭仪式约半小时 黄宜欣隔着屏幕全程参与 镜头转向槟城 一名浅诚信众雷鸣峰 在2008年因为生意失败 诸事不顺 就到天宫谈祈福 之后情况好转 他决定每年以三步一拜的方式 来祈福和还愿 今年他就从天宫谈三脚下路段 以这种方式膜拜天宫 也祈求新冠肺炎疫情早热退散 此外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历史悠久的信州桥 集体拜天宫仪式 113年来首次暂停举办 信州桥桥民 首次体验要在自家门口拜天宫 老桥民打趣的说 根本不懂怎么准备 信州桥桥民每年都会集体拜天宫 每次理事会都会在桥头设天宫神坛 桥民只需要准备贡品 拿到外面就可以了 现年61岁的老桥民周清水说 这是他出生至今 首次在家中拜天宫 也让他感到非常新奇 大年初九 各地的福建人都忙着拜天宫 来自交赖六里村的陈玉英 本身是福建人 每年都遵循传统带领家人和亲戚拜祭天宫 即使他的其中一名哥哥嫂嫂信奉基督教 但没有计较宗教隔阂 也趁着天宫丹前来聚会 陈玉英也花了超过600令吉打点天宫丹的祭品 其中包括价值398令吉的天宫座 他们一家人也祈求疫情早热散去 恢复以往的生活形态 来关新国际大事 去年六月中国和印度军队 在两国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冲突 而中国解放军周五首次证实 此冲突已经造成中国四名解放军官阵亡 而央视军事周六公开有关冲突片段 可见两国军人在河滩交涉的画面 央视军事表示去年六月印度军方公然违背双方达成的共识 越线搭设帐篷挑衅 边防团团长齐发宝 原先想和外军谈判 却遭对方袭击 结果外军人多势众 不断有人从山崖后边走出来 挤满河滩 似乎早有预谋 央视军事指出 印军使用钢管石块发起攻击 将齐发宝打之重伤 其他军人为了保护它 冲到最前面对峙 最终增援队伍及时赶到 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但依然有四名军人牺牲 换个焦点 美国近日受到暴风雪袭击 许多地方都传出灾情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德州 当地出现零下22度的低温 不少民众家中都出现水龙头马桶水结冰 就连鱼缸直接变成一大块冰块 吊扇结冰宛如杀人凶器 不少家长逼不得已 烧掉孩子的玩具积木取暖 情况苦不堪言 目前估计已经有30多人 在这场暴风雪中死亡 此外 极地涡旋弱而摇摆的气候现象 使极地冷空气南下 让黄沙滚滚的西亚罕见地迎来暴风雪 而暴雪除了造成停电 交通拥堵等情况 民众也趁此难得机会出门赏雪 来看国际疫情 日本政府宣布 如果因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而产生副作用等致死 政府会给家属赔偿4420万日元 也就是169万令吉 另外也会付约8000令吉上葬费 此外 如果因施打疫苗而发生需要接受照护的情况 政府也会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照护费 医学杂志柳叶刀一项研究显示 以色列民众在接种第一剂辉瑞新冠疫苗后 2到4周 对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有效性达85% 在注射第二剂疫苗后的一周内 辉瑞疫苗的有效性高达95% 增加民众对疫苗的信心 印度方面 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宣布 印度展开新冠肺炎疫苗接种34天 已经为超过1018万第一线抗疫相关人员接种疫苗 是全国第二块达到疫苗接种千万人目标的国家 仅次于美国 美国从施打新冠肺炎疫苗开始 共花了31天 让接种疫苗人数突破1000万人 为爱奇制造生日惊喜 吉打双西大年一名中年华裔商人 特别向花店订购999朵 重量达100公斤的玫瑰花送给爱奇 因为花束太重 花店需要出动5到6人 合力将红玫瑰抬上萝莉送给顾客 新闻结束前 就让大家看看 这一大束玫瑰的制作和运送过程 也祝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我是凯璇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